大家好,我是梁东 依然是有请美国汉唐中医学院院长 加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尼海夏老师 和我们来分享中医到底科学不科学的观点 他站在一个在美国纯中医的 看到那么多抗生素作用的一个中医师 来跟我们分享 你在美国行医有20年差不多 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看待西方的医学和东方的中医之间的差异性 还有科学性的问题 如果我用我的角度来讲 比较大家会认为我比较不客观 那我用外国人的角度来 我告诉大家跟各位听众 报告一些我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那我的诊所很不凑巧 离美国太空中心 NASA就太空中心 大概开车5分钟就到了 所以全世界离福尔达太空中心 最近的中医诊所 就是我开的诊所 那所有我的病人很多 都是在NASA里面做用诊式的 所以你想想看 那你觉得美国的NASA是科学还是科技呢 应该算是科学科技了吧 科技 可是他们对美国人对科学科技的定义 搞得非常清楚 科学和科技不一样 不一样 科学科技的英文字就不一样 英文字的科技是technology 科学是science 那科技的东西就是要很多的仪器 很多的日新月异要去更新的 所以整个太空中心呢 是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中心 科学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科学是不存在的东西 对 科学家科学的观念是这样子 所以科学家所有人都 所有不存在是怎么样 它是一个定律 假设验证跟结果 所以比如说富兰克林 他发现 他认为有电存在 他说假设有电存在 那我再去验证 就他是在那个盗风雨的时候 雷电交加的时候 他在放风筝 那旁边林基督说 这个小孩子神经病 一定有神经病 那雷电交加之下 他在放风筝 你看 等着被雷批嘛 好 结果他就要 假设有电存在 对 他要去验证 对 结果他被电到 结果确实有电存在 对 所以真正的科学家 都是假 经过一个假设验证结果 能够通过这个验证的结果 叫做科学证据 这个叫做科学证据 对 好 我假设西医是对的 你乳癌 你给他开刀化疗嘛 你就验证啊 结果呢 病人死掉了 好 那肝癌的 我假设你西医是对的 好 通过验证的结果呢 你就做栓筛啊 做开刀啊 看完刀看看肝癌的结果如何 我假设你西医讲 医障癌是对的 好 给你去治疗啊 治疗以后呢 你觉得化疗啊 做什么很好啊 那结果呢 病人也死掉了 好 那请问你 你为什么不假设中医是对的呢 如果你真的是科学家 你用科学字来说中医不科学的话 你不了解什么是科学 等于是说你不了解科学这个名词的定义 你用科技的观念来确定我们 所以你是错误的 你引用不对 所以你要说中医呢 如果科不科学 你要假设中医是对的 那中医来验证 我们来看看结果 好 经过这三个步骤 叫做科学证据 那你去医院里面拿出来验血报告 检验报告 什么胆固数很高 血糖很高 那是科技的证据 因为他就化验你血糖嘛 你放进去化学的 一些种成分东西在里面 把你血糖验出来 你的指数是多少 胆固数是多少 验出来 这是科技 这不是科学 这是technology 所以他才会血糖 血糖骑 验血糖的骑 每年都在更新 换新 因为他是科技 那如果科学的话 不需要 从头到尾就是不需要 因为科学已经是定律了 是真理嘛 真理的嘛 所以经方就是科学 我们在用的经方 我到现在用的方子 从来没有出过伤痕经贵 可是我们治疗 治病的时候 从感冒一路制造癌症 都不需要患方 这是经典之法 反复印证嘛 对 反复印证 对 反复印证